做完了这个MultiButton的这个范例 把它执行到手机上 不过你会发现执行到手机上面 那这边有这么多的语系 这几个语系呢 假如说我今天执行过去 这个是 这个好像没有去 这个是完整的 看一下 如果是完整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主要是 这边有一个RES是Resource 底下预设是Values 那如果说你新增了多国语系之后的话 这边一定会出现什么 各国的语系 那有什么差别呢 有没有看到 原来是Values 那如果说你有增加英文的话 它有个-EN 如果你有增加日文的话 就-JA -KO 然后那个简体的话是-ZH 再一个-CN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是后来新增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新增就没有这个语系档了 那网路上有些讨论呢 它是要叫你自己建那个资料夹 其实不用了 你要建这个资料夹的话 直接从怎么 这边点下去 add一个new translation 其实这个工具好像在 在旧版 旧版就已经有了 可是做的没有那么好 好像之后这边的语系的这个工具做的越来越好 那就不需要说你自己去建的 直接从这边呢 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好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如果呢 我要执行到模拟器 也就是我这个模拟器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原来 原来的这个 我先把它 移掉 这个 这个先在执行过 那把它执行在手机上 那它有多国语系 可是呢 它会按照哪一个 当成是主要的呢 特别主要 它如果说丢过去的话 基本上呢 你的手机是哪一种环境 它就会以那个环境当成是 因为这个专案的名称 这个等一下再看 那基本上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执行过来的话 它预设的环境 应该是英文版的 好英文版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更改 那个假设说你今天 你的手机 模拟器执行起来的话 你按menu键 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下方呢 会出现一个setting 那这个setting 你会发现 它讯息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app执行过来的话 它会是英文版的 如果你要改成 其他语系的话 在你手机里面 每次手机都有 有一个setting 那settings里面的话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可以去更改什么 它的language and the keyboard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希望 这一个app 它随时可以变更 那个语系的话 你可以去变更它的language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改成什么 改成中文的话 那这边可以去做修改 OK 改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所有的信息 就会都变中文的 那你执行过来的话 看到的也会是中文的